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就是安眠药 你知道安眠药是不能支持你 但是它当下那一个它也起作用 让你有一个发泄的口 因为那个草是进去让你大家都在那里别哭了 反正你也哭我也哭 大家有一个心心有一个 这样好像就有互相成分担了 在这个情感上 你知道安眠药只是载是让你睡眠 不是让你拒绝彻底治疗你睡眠的 我觉得生活里面需要各种各样的草 只是哪一个草更让你觉醒 而我们目前的草是觉醒的草 所以是不一样的 但是觉醒是什么 你知道觉醒是很无聊的一个草 你知道世界久了 这个草是越清静越无聊 水清无余嘛 你会慢慢的觉得 这个世界没什么事情去做 因为心里面没什么重要的事情 你越来越觉醒 就越来越不重要很多事情 还有呢 其实你们走得很辛苦很危险 就是说你们只能跟着摇摇摆摆摆摆摆摆摆 包括你都看不到一个规矩法则 但是它的重点 为什么它在这个世界 它这个草的重点就是 你在跟你的习气靠 你一定要放下习气欲望 你一定要放下自我 否则你这个草是成道草 石修道草 什么叫石修道草 你如果内心的习气欲望在挣扎里边 你一直在里边迷惑的话 这个草里边你就会一无所获 我告诉你 世俗的误了 出事也误了 如果你真的能在这个草里面对自己的新兴的东西 直面当下 就血淋淋地看着你的那些东西 你可能真的有收获 那你真的会 但是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你们都在摇摇摆摆地走 都在往前挪 不再走 其实是很困难的 你只是往来从另一个角度 就是 但是如果你的心蒙蔽了 你内心深处没有把修道放在地位 你不是在这个稻草想去成道的话 那你告诉你错了 那你在这个草家一无所得 什么也没有 就不如去外边去做其他事 真的是不如 如果你能够 真的就猛醒 觉得人是要解脱的 这一辈子也就几十年 我可能很快就度过了 而且如果我临终我得不到 我可能是下世还不知道来了来不了 而且下世可能遇不到这样的草的话 猛醒的时候 你每一走以后 每一点点都绝造到内心世界的时候 那就很紧绝了 那这个草家给你很多很多很多 你别以为每个草是不一样的 知道吧 聚集的人也不一样 根气也不一样 每天给予的指导所有的方向 所有草的布置 所有的东西互持却不一样 如果你心不在道上 你心 你坐在这儿 你的心压根就没想着修行的话 那就完了 那这个草你真的浪费掉了 就太可惜了 其实从我来说 从我的角度来讲就太可惜了 而且你会觉得很无聊 慢慢你会觉得很无聊 为什么你会无聊 是因为你提业不到成道的乐趣 为什么你提业不到 是因为你的心 你不想成道 说句老师 你想怎么样 你在这个场里还在争什么东西 争民夺利 或者在做什么东西的时候 你心里不是只要被成道而往下走 你只是觉得我感兴趣 我幸福 我爱学习佛 所以我在这个场里面坐着 那你都说过 你要很明显 这一生你在成道 你在往成道的路上走 剩下的事不重要 那是其他人的事 那是立马 你在往成道啊 你知道这历史上上千年上万年 所有的人在这条道上挤了 很多人都跑到两边去了 走不过去 为什么 因为每时每刻都要觉醒到 直面当下自己的心态 心性上的东西 没有借口 没有交情 什么也没有 你要直面自己的东西 不能是 每天 当你们一开始要哄着 慢慢慢慢 走吧 走吧 说两句怎么慢慢 因为刚开始不懂嘛 随时于推迟到行 但是走走走到一定时候 你一定要蒙醒 你一定要抓住这个世界 你一定要把目标定得很明确 我再成道 否则有什么意义呢 大家就在一起 浪费时间 浪费生命 觉得就是 还不出去玩呢 我觉得 你一定要知道你在做什么 这个后绝 而且一定要下定决心 你要达到什么 除此而外 这个世界 真的是没有什么东西能真的吸引到你 一旦你成道 你会真的是 拿一句说 这个世界的话 就是 灯派塞尔小千霞 剩下的都看不在你眼里 你如果不成道 那你就这样 那就大家就可以了解你自己是不是在道上 就是说你的心在不在 你在心 这个很好解业 从去年你走进这个道上 到今天为止 你的心里想什么 这个马上就解业出来 你可以从早上一起床 到晚上 你躺在那的时候 你从这一整天你在想什么 很重要 这就很简单了 你想 你脑子里不是你在做 是你想什么 而且 你留在你心里 刻骨铭心的 你折腾的事情是什么 在你心里面 印记今天一天 最深的是什么 你的心在哪 在哪个人身上 哪件事身上 你有没有在休息上 如果我们在工作 那可能在母街工作上 母街室上 这个没问题 说考虑怎么做 怎么做 如果我们没有工作 或者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 你能不能已经把它放下 这是其一 其二 这个放下 就每一天 每一天这样的绝招 这就是在道上 然后把所有的事情 这个会归到你成道上 会归到你成道的 所有的事情 做任何事情 都要拿成道的标准 来要求这些东西 有一个尺度 尺感 我都现在 我都做事的时候 每做事的时候 我就会说 如果自己放下 或者一点 我都会说 如果是释迦牟 你说做这 他会怎么做 我这样子想 如果是关西医菩萨 做这 他会怎么做 他会不会牵挂 他会不会挂爱 他会不会怀疑 他会不会犹豫 那一刻 我都这样子 不断地就是这样子 有时候 如果你 很多事情 迟疑的时候 你说 如果是菩萨坐在 如果是佛坐在 他会怎么 就这样子 然后所有的事情 即使你说 这件事放不下 你会这样 就按你目前的智慧去判断 我是按我目前的智慧来判断 当然我不能传多说 释迦牟尼佛坐在这 真的会怎么样 那我根据 我目前的智慧 我会去 这样也是个方法 如果是佛菩萨坐在这 他会不会为了自己的角色 都会不会为了自己的小孩 会不会为了自己的父母 而放弃去做这一件事 如果我肯定 他不会 那我就不会 就这样子 那你有你的觉寿嘛 你觉寿生气的时候 你不为你自己 你还要为我的 我身边的人着想 那我会说 当你在情感 或者很多东西执着的时候 那你 那你 你也痛苦啊 你也很麻 很烦啊 那你那一刻你就说 如果是观世音菩萨 如果是谁要吗 你要坐在这 他会不会烦 如果是他不烦 那我烦 我就有问题 你知道 那我有问题 那问题正结在什么地方 你要成佛吗 那你一切都要照着佛来做 你的佛系否则怎么实现出来 你这样要求了自己 然后你再有慈悲心 看待别人 这都是修正啊 在这个过程中 你这样才能圆满 否则怎么圆满 那一刻你不是想着 不是说你想着 哎呀 我在做功德了 我在付出了 或者是我要人数了 你啥也不想 你只想着 如果你是一个成道者 你是个佛 你应该 佛会怎么做 你这样去想想 佛会怎么做 佛会怎么选择 佛会不会烦恼 佛会不会痛苦 如果你都打说 佛肯定不会 那你肯定有问题了 你肯定 肯定是我执着了 那如果你执着了 你为什么不解脱 如果你执着了 你又想成佛 那你为什么不解脱 如果你压根就不想解脱 你说你要成佛了 你说你整天在修道 你说你是什么佛菩萨 那不是骗人吗 那你欺骗谁呢 你知道有因果的 那你还有什么资本 坐在这说话 有什么资格呢 我就是这样跟自己说 我自己是这样修的 我就是要跟你们聊一下 你每一句话说出来 你都不能谈到 就是说 因为你自己内心里边 即使你挣扎过 但是你最后选择了那样 那么没问题 你就会谈谈到理智气壮地坐在这 你就可以跟说别人了 如果你就说大家可以知道 因为我坐在了师傅这个位置 老师这个位置上 那人家是拜师的 那你就可以知道人家 如果我自己内心里边有私心 你做不到 你说别人的时候 你总觉得舌头短 你就没有那么理智权 你都做不到 你说什么 否则 那种加持根本过不去 你知道吗 你自己这边你心虚 你还说人家 平时读说好说 你会说但不一定会做 但是 如果要加持 你一定要先做到 然后再说出来 你做不到 你说出来没有力量 我告诉你 哪有加持力量 你加持来自于哪儿 是因为你做到了 你的内心 你觉察到了 你做到了 你反省到了那些东西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你不断地在完善 在完善 在完善 这样呢 你说出的话 才能射受到别人 知道吗 否则你说出的话 有什么 口是心非而已 你就把佛法 夹得贴花赖嘴 又怎么样 别人无法受益 知道吗 但是觉受会有 你做到了 不代表你不痛 你每件事 当你做到 因为你觉受没 你空 但是你痛 看着痛吧 你烦恼看着自己烦恼 是不是 但是你该做啥 还要做啥 那是你的目标 那些路上你不会停 继续走 你要知道走到终点 可能你会觉得 觉受也会空掉 不会痛 一切都会解脱 一切都无常 这些道理都懂 只是连以前的 这点点觉受 你都过不去 比空在这点点觉受那边 那你受什么时候空 痛着往前走 你就会空掉 烦恼着往前走 你就会解脱 就这样子 如果烦恼了停下来 如果痛了停下来 去挣扎 去抱怨 或者是去 去怎么样 如果你甚至于 把自己的那些东西 发泄在周围的人身上 或者是丈夫身上 妻子身上 孩子身上 或者是朋友身上 那你就是又结了很多逆缘 那结了这些逆缘 你要聊的 你不知道 当你接下来的时候 那些东西就会 形成你修行的障碍 就是说 未来你们会看到 各种各样的场会出现 也不着急 有的会很大 人家很有名气 有的会做得轰轰烈烈 有的会默默呜呜 有的会很安静 没有关系 你们的标准是 哪个场适合成道 适合你成道 剩下的再说 剩下的 如果你是说 我想在这个世界上 有名有力 做得轰轰烈烈 我想玩的话 我告诉你 师兄道朝永远不开 师兄的道朝 永远不是那样子的 永远是越来越安静 越来越安静 永远是你的习气 越来越少 但在这条路上 很可能很痛 不是你 真的很痛啊 有时候 但是痛 往前走着 痛安静着 静静地痛着 每个人 因为那内心 每在解脱一点点 那个气脉一转 你身心一转的时候 都在清理 你知道在刷你 生生世世的习气 但你每刷 刷一点点 你没洗刷一点点 你就自在一份 知道吗 你就在溜道里面 自在一份 没刷一点点 你就在溜道里面 就自在一份 那大自在怎么来的 你不那样走怎么办呢 你不那样走 这一生忽悠就没了 忽悠就没了 下一次大家相聚 这是很困难的事 就算周围时 有点管情再好 大家坐在这个桌上 喝茶 这个音乐也很少 说句老实话 就是说各奔东西了 你夫妻说 俩个不好 不好也就这几十年的缘分 你下辈子小聚 可能还没那个缘呢 也就这样 也是很多年修来的 大家才能坐在一个 坐在喝茶 同修也是修来的 我们不需要 想着说去 一个实修的道理 不需要说 多轰轰烈烈 多热闹 或者是 要看每个人 是否管好自己的心 你管住自己的心了吗 你踏踏实实 一点一点往前走了吗 否则实修道场 那么你们只是 做一份 利益别人的工作 知道吧 如果你没改好自己的心 那你在实修道场里边 只是不断地 不断地做一些 因为这个道场 可能会利益到 有些实修的人 虽然可能你们在这 可能有些人在外地 但他看到视频 看到一些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 有时候偶然来这 转一圈的时候 偶然可能 一年他来不了 一次两次 他可能有点受益 那是你们的工作 你们做了 利益到别人的身 那明天人家成道了 也许你们没成 就这样子 人家看了视频 解脱了 就这样子 因为人家 为什么他会解脱 他管好了自己的心 他那一刻 成求道之心 太渴求了 太渴求成就了 成道 他全身性的 只想成道 他世俗的东西 先放在那 而我们在这个道朝 可能是 坐久了 反而是 想做些世俗的事 这就是我们的东西 那想做点世俗的事 那就去做吧 也可以啊 但是要搞清楚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可以去做 可以去玩 但是搞清楚 你的目标在哪 就是说 从去年到今年 就是说 大家在这个道朝 全身性修行 其实每一个人都有收获 只是说 你在这儿的时候 这个朝也在清醒 那是大家共同 共修 大家共同的 这个朝是共同形成的 大家也有 如今后发 很多原因 看不见的东西 在呼持 那看得见的是 大家共同形成的 这个朝 那在这个朝里边 就是说 你不修 也在清洗 这是其一 但是如果你管好 自己的心的人 收获会大一点 更大一点 你会体验更深一点 如果没管好 自己的心 那你平时说 染得少的人 也会更成就大一点 如果说又染得多 又没管好 自己的心 然后又想着别人的事 那只是这个场的清洗了 那只是场的清洗 但是你的心永远在外边的时候 你不在这儿 知道吗 那清洗什么呢 你的心每天在外边 在红尘里 只是人坐在这儿 那这个收获就越来越小 不停的 甚至你会慢慢觉得 没有什么 我在这一年 白两年 我没收获 我没收获 那为什么没收获 我们可以暂时的想想七七六亿的事 可以暂时的散乱 可以面对靓仔美女的时候晃动晃动 这个很正常 但是觉知到你不能晃了两年三年还在晃 你没完没了晃就不对了 说一天晃两天晃三天晃 晃到三天第四天不晃了 总有一天停下来吧 那安静下来让自己 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晃 这就是说这个八级台风我承受不了 我还是晃 我晃嘛 但是自己觉知到 但是要下决心我一定要校正 如果你不下这个决心 你就由他晃的话 那会晃十年二十年 这个不是错 是你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有情欲知道吧 那十年二十年你仍然在这儿晃 你仍然没收获 你仍然觉得我还是没成当 我还是不行 就是说要下决心 但这个就很痛了 你要一下决心就很痛 你知道一下决心 你要做的不是只想想 你舍得吗 舍不得 很多事情舍不得 舍不得去 什么都知道就舍不得 舍不得放下 放不下是因为没看清楚 没透彻的看清楚自己 不是看不起别人 是看不起自己 是舍不得很脆弱 我看谁的微信上说 舍不得是最大的脆弱 身体最脆弱的就是舍不得 但舍不得我们怎么成佛呢 我们就讨论 那你舍不得咋成佛呢 你舍不得人道咋成佛呢 舍不得情欲咋成佛呢 我又说我们本来是佛 那你佛怎么嗜血出来呢 你舍不得 舍不得那就发愿留下来吧 发个愿我留在人世道 生生世世做人帅了 最好是别转成豆腐 就行精彩了 舍不得吧 这有啥办法 抱着那个坎克车 就舍不得抱嘛 小汽车 买玩具嘛 舍不得放那个玩具嘛 可是我们时间实在是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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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过 一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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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快了 今年又是几月份了 四月 还有几个月我们就又过年了 我们又该庆祝过年了 又开始挂灯了 就这么快 闭关六七七算什么 说就没了 又看不见天日 就又晚了 然后操山穿什么 大家带着开开心心 转一圈又回来了 你说成到了 还没有 还在那儿坐着呢 七七六月还一大堆 玩回来了 老师还没成到 没感觉了 没反应 没感觉也挺好 你只要不拨 都待在那儿也行 就这样 问题是一触动到 自我的东西的时候 呼的一下 却出来了七七六月 一律一出来 一早一 一不小心 一件事两件事 跺下去 人道也保认不住 大家主要是 我觉得心不在道 第一是不怕 就不怕下地 就没怕过 不成道也不怕 就是说 这个成不了道也不怕 成不了 好像都是大德 再来 不是觉得 怎么可能成不了 我就能成 都是这种 知道吗 就不怕成不了 就是这样子 有的还有就是说 也没有慈悲心 就是这样 身心的角色 牵引得太厉害了 大波都是 身心的角色 有时候欲望 那些东西 拖得就牵引出去 我们自我 就那些东西 所以说 隔两天要自己 确立一下目标 你是要修正的 你是要成道的 隔两天就要对自己说 你要成道的 你不是想做别的 知道吗 否则就做别的去了 那个心啊 隔两天要对那个心 说说话 我记得我来这 是要成道的 我记得我当年发愿 要成道的 而且是发的 我要成全无上 正等正经 是这样吧 所以隔两天 就把这个目标 要在自己面前 说一遍 否则自己的心会放掉 但是主要是这个 这个无上正等正经 这个果 看不见摸不到 所以我们 平时我们放下 一些东西 是要依止一些东西 平时放下 我们为什么要放下 尤其各式 这些与欲望有关的 东西的时候 就会想 我凭什么 我为了谁来放下 你会为你所爱的人 会去做很多事 比如为你的孩子 为你喜欢的人 你会忘我 你会做很多事 但是对成无上 正等正觉这件事 我们其实都是英雄 我们都可以 为自己所爱的人做事 但是 这个正等正觉这件事 好像是自己的事 有时候可以 舍弃自己的事 为了利益 别人可以舍弃自己的 把这个正等正觉 就放在一边 是不是 但是恰恰 你要成就正等正觉 是更多的利益倒边 所以这个就需要 你要有慈悲心的时候 你不成道 你不成道 你无法制度 你是无法帮到很多人 而这个世界 最缺失的就是成道者 如果你成道了 你会利益到好多好多人 你会帮助到 很多很多很多 六道里面轮回的周生 你们既然是大丈夫 既然是英雄 那就成道 如果你觉得你是英雄 如果你觉得你很厉害 在这个世界上 如果你是一流的人物 如果你把你全部的精力 用来成道 成了道才算厉害 其他的都不算 其他的有姻缘 有福报 都可以可能打成 如果你能成道 就是大丈夫 就这样 否则所有的厉害 都不算是 最起码 不管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如果你不能 在成道的路上 你没有办法追求 没有达到 走下去的话 反正在我眼里 我都调不上 说句老师 能怎么样 所以佛陀是大丈夫 剩下的 你就算征服 全世界都没什么 你福报够 你的武器够先进 你的住院够多 没问题 你福报够 你这一世 你是王者 我只能觉得 他很佩服他的能力 他有能力 他有天赋 他有能力 这只是佩服 有什么呢 可能每一世 我的福报理机构 也跟他是一样的 每一个人都可能 是转入圣了 再成道是 立马 割舍自己的东西 而且能够 起起那种精气神 能够面对自己 每一个当下的那些涅头 对应 不让自己哄成 不要自己放异 能提起那个精神 面对他 每一刻你都觉得 真的是老虎来了 狼来了 你那些西七娃来了 就是老虎来了 要毁你到很 每一刻都要觉着到 觉醒到 所以有时候也是 有一个你们有一些 死命感的责任感 有时候 我有时候也会说 累了 实在累了 不想做了 累成这样 好疲惫啊 有时候 偶然在这中间 这么多年 走下来 走不下来 但是有时候突然会 你会觉醒 你会用另一种方式来说服这 你会说不行 如果你不成道 你身边的人都会跟着你毁掉 就是说 身边跟你有缘的人 或者是说我是这样子 当然说可能人家不会 可能会有其他有缘的人带他 但是你会告诉自己 你不行的 就算吓唬也罢 就算你突然就起来了 知道吧 如果明天说 比如说阿七也罢 或者是 有人告诉你说 你不行 你做不了这件事 你妈妈 你的孩子 你的丈夫 你家里的亲人 全部跟着你 死掉 如果你不去做这件事 那你肯定拼了命去做 如果你能有慈悲心 你能够看见六岛周深 你说 如果你不继续走下去 也许很难 但是这件事 如果你不过这条毒河 可能是一条河里面 就有毒蛇 有什么 如果你不过去 可能你 你所有的亲人 你所有的朋友 你最好的朋友 你身边的 你最爱的人 最喜欢你的人 或者是什么 你欣赏所有的人 都会掉到这条河里 也死 都会在这条河里 被毒死 那么你就要过去 你多厉 多厚尘 你可能很厚尘 你可能觉得 撑不住了 我要死了 那你只要有最后一口气 你要爬过去 你还没死吗 你还有一口气吗 那你 那一口气想一想 够了 我可能能过去 大不了死在中间 我就过去 但是有一天 你会发现 你可以很轻松地过去 因为你在着想 你不着想的时候 你很轻松 但是那一刻 你是着想 过那一刻 你要着想 因为你过的时候 肯定是你执着了 你才有个河可逛 是不是 那你不执着的时候 就根本就没有那条 毒河可逛 那么过的时候 你是着想的 那那条河是对你存在的 你是咬着牙 你是拿着最后一口气 爬过去的 那一刻 因为如果你死在这一边 你死在此 那所有的都过不去 我是这样子告诉自己 如果你在这一刻 我死在此 和彼岸是一样的 你知道吗 我感觉 在我的心里 我立了 我不想走了 我可能死在这 哎呀 算了 就死在这吧 不想动了 那你说 哎呀 起来 不行 你不走 不行了 那你这就像那战场上 你已经这潮子也楼出来了 不在了 那你说 哎呀 最后一刻你再爬过去吧 你再爬一下 可能胜利就就来了 那你说 那一刻 你可能那一刻 真的不是为你自己 因为死在哪边都一样 对 都是那么累呀 那你就想想 你过去 那一刻 但是那一刻 是慈悲性让你过去 是众生说 如果你不过去 所有人过不去 那 这个肯定不是了 因为是那一刻 在境界里 你在早相 但是那一刻 在境界里 你是这样对自己说的 所以有时候 你们也应该有一些 如果你们能过去 你的父母 你的孩子 你的亲人 会跟着你过去啊 如果你能成到 你会救六道轮回的周星 那些众生 他们是生生世世 你的父母亲人啊 如果你 你都不愿意成到 又自己在这里边玩 你想想你多自私啊 你活得多自私啊 你们每天吃饱穿乱 玩着在这个休息道场 然后只为了自己的角色 探测吃麦一大堆 我们为这个世界 我们修行人 你不是为在这个世界 创造财富 你不是说创造出一个 什么东西 要利益这个世界 你是以你的成道 利益别人的 你成道了 你修行人 就是以你的成道 你本身你修行了 你已经 如果你在出家 你已经是 气了头 你已经少不赛 父母下不传宗解代了 知道吧 你很多的事情 你已经逃避了 如果你再不成道 那你多么自私的行为啊 每天坐在那坐地上 两个小时 闻着这个世界的空气 享受着这个世界 众生创造的一切 吃着喝着玩着 这个世界都是别人 提供给你的 一个修行人 如果你不愿意 把心放在修道上 不愿意承倒 你是极端自私的一个 非常非常自私 而你甚至不觉醒 认为你是个修行者 认为你在做这个世界 最崇高最伟大的事业 你甚至你就没有管好 自己的心 每个年头你都不管 然后我们多自私啊 到场是大家 大家绝款借钱 是不是 每个人不管绝款的时候 想什么 他发心 那些都那一念 不管人家的钱从哪来的 但是那一个发心 发心的时候 那都是人家在掏药报 是不是 当我们如果是不能在 在一些稻草 尤其这些岛的心 安住在这个脖位上 真的是 真的对不起很多人 就是有时候 我不是说这个多严重 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 就要每一刻每一刻自己 那些有时候 就更多的时候 就想很多的很多的 语言要说服自己 因为放下一些西区 没那么容易 那么不断地要说服 那一刻你过不去的时候 你要说服自己 有各种各样的结果 就是说你找一些原因 为什么我不能这么自私 我不能怎么样 我不能怎么样 这样子来说服自己 慢慢地往前走 要自己想一些方法 想一些助到的方法 因为在这个路上 大家没有区别 都是平等的 你不要以为大家是 因为气球利率一模一样 你知道吗 即使他根气在后 你知道他有绝受 绝受是一样 打你照样会痛 你不会痒痒 知道吗 实际冲你一边子 所有的人都哇哇叫 没有一个说 冲一边子请痒痒 那就不用休了 挺开心的 实际打 我就说在绝受上 在七清六月上 所有的人都滑向平等 这个世界 所有的人 不管你来 去过去生 是谁来再来 那你所有的一切都 那你要知道 修行就是放下七清六月 还有这个气气欲望 还有你的绝受的 刚开始就是被这些所困 那在放的过程中 大家一模一样的痛 大家一模一样的折腾 一模一样 只不过谁的慈悲心更重一点 谁更站在了自己 把自己放在了某一个位置 去为别人想过 就是自私和不自私的 这个一点点区别 或者更多的让自己 就是那种菩提心 利益别人的心 慈悲心不断的强化自己 这些东西 他才能放下 在这条路上走 他才能放下 自我的东西 瓦解垮 有时候我们 如果只是为自己修 我们是无所谓的 你知道吗 很多人觉得 管它呢 反正是为我自己 我大不了 我今天这么痛 我就为我这个痛做了 那个事情 先放放放 反正为利益 你要知道 承道不是只利益你自己 承道不是你一个人的事 你要利益到很多人了 你一承道一发心 在这个法界里面 你也利益到很多人了 在这条路上 有很多人在护持你 有老师在导引你 所以不要自私 不要太自私 不要只想着自己的东西 就是能够自己往前走 说服自己有时候 因为你每走一步 你都会利益别人的 每走一步 你的功德无量 修正就是这样 你每走一步 你都功德 每走一步 你自己获得自在 有时候因为 我们也很痛的时候 我们说算了 自在不了 我们难受 我们就退在这不动了 因为很痛嘛 有时候放下结束的时候 他那一刻你就说 哎 算了 我往前挪一挪 可能就又利益到几个 我往前挪一挪 就又利益到几个 这样你就往下走 知道了 为了众生修嘛 为众生修行嘛 为你的妈妈修 为你的孩子修 为你的亲朋好友修 为生生世世都会在 地狱到出生到的 你的亲人修 因为你的父母 可能是过去生 过去生的父母 都在地狱啊 可能都在出生到 为他们修 为他们修 为身边的人修 如果你真的爱身边的人的话 如果你真的爱的话 不管你爱谁 你真的爱的话 为他们修 为他们放下你自我的东西 放下你的一点点喜气啊 安住于自己的本位上 只去追求那个最高目标 所有的障碍自己修行的东西 一律 就像一棵树 两边的枝叶一样 迅速地往下开 心态 其实到最后 所有的 你修正的人啊 你先不要说是什么道理 什么是对的 什么是错的 你只要你感觉到 你的内心有不舒服的地方 别人说句话 你和不舒服 别人做这些事 你和 说让你不舒服的时候 肯定是你自我在那做事 肯定是有自我的东西在那 不管是什么道理 对也罢 错也罢 因为一个如果是真的处理事情的人 只是以示 不是在没带自我情绪的 只是去处理事情 他可以 你可以说事情 不是说 他不对了 但是你亲着就 但是你要觉着到 在你说这些的时候 你的内心是不舒服的 如果你内心不舒服 然后在 虽然你说错的道理是对的 但是你内心很不舒服的时候 那你自我在那 那一定是这句话 你可以说 你的心不能动 你可以说出那句话 我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样 这样子处理更好一点 那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样处理更好吗 但是你要觉着到 你的内心里边没有 他就吃满你的东西 这就对了 这就是工作 大家在工作教 如果你心里边已经不舒服了 那也可以说 带着不舒服 但是你要觉着到 你里边还有自我的东西 肯定是 他碰撞到你哪一块 这就叫修行了 因为就在坐地上 甚至于你在这个世界上 开始因为现在碰撞少了嘛 大家 所以也不会说 无缘无故去说你了 骂你了 因为大家都管好自己就行 但是每一个内心的波动 还是要比如说 交流的时候 没把你放在眼里了 瞧不起你了 伤了自尊了 口气不客气了 语言不礼貌了 这些都有啊 这些你根本 你内心你在意吗 或者是 他有某种角度跟你说话了 等等等等 你如果看在眼里 你一着想 你就心里很不舒服 这些都是很温戏的 制作 记住这些一点点 全部要清理掉 刚开始都不舒服 谁也不舒服 慢慢慢慢就没了 所以时政就是自我了 灭自了 所以一个世俗法 完全是不要 世俗法是突袭我的个性 照样我的才华 我要显示出来 在舞台上大发一层 灯光哗哗哗照下来 所有人认识我 等等等等 还知道我是宇宙不同的 但是那叫宇宙不同嘛 那有一天 就算是有人觉得你宇宙不同 有人也说你狗死 是不是 你成道才真的宇宙不同 我告诉你 有本事你成道 是不是 所以说 他修行反而是 把这些面子啊 中意啊 一点一点抛 抛弃掉 那都是自我的组成部分 那些都是自我的组成部分 我的面子 我的忠言 我的自重心 我的我的 好像一开始在修正的过程中 好像这个人没约着 没什么东西了 好像连个底线等等等等 除了不作恶事 就没什么太大的约着 但是一旦你过去这一块 你可以按这个世界 你一旦你解脱以后 回到这个人世界 你可以按这个人世界的 任何游戏规则来定规则 来做事 这个游戏节有什么游戏规则 你一幕看过去 这样走这样走就像跳起 这样走可以顺利到达 那么越来越来越就这样走 这样走这样走 有很多人可以带进来 很多人可以解脱 你就这样走 那就是规则 但那个时候可以了 你就可以 你假装你杀了自重了 也没问题 你想说哎呀伤自重了 但你心里就偷着乐 你怎么能这样骂我呢 其实你掉头就乐开了 但是那个时候你就要去自载 你心里不难受 你只是嘴巴烧 呼噜呼噜就说两句而已 那就自载了 那个时候 你不是说没有游戏规则 你照样子有 但是你知道那些东西 帅傻的 什么 什么他伤你就自重了 他能伤了你傻的 你跟毫毛也伤不了 还伤自重了 他说一句话 你就伤自重了 他说你一句话 你就没面子了 你的面子就他那一句话 那么点啊 他说你不好你就不好了 他说你没本事你就没本事了 都是你自己认知的 那些东西 都是你自己坐在那 瞎瞎出来的折腾 谁能符定你 都是你自己把自己符定 你好不好 还有别人评价吗 你要别人认真吗 你没知道自我是个虚幻的东西 你要谁认真你 这个好你是虚幻的 这个不好还是虚幻的 你已经是佛了 拿到最高机会了 还坐在那 我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所有的前天这些休息是过程 最终是获得自在 自在是你的心 不必所有的事情 拿起来放下 放下再拿起来 没关系 都自在 你可以拿可以放 可以拿可以放 没关系 你不敢拿不敢放也不对 你拿起来放不下还不对 你放下拿不起还不对 我告诉你 拿起放下自在 不拿不放也自在 最终始终是查你的心 你的心在拿到六单 你有没有愚痴 有没有嫉妒 有没有忏恨 有没有抱怨 有没有被控住 有没有觉得被恐上了 就就检查嘛 每天就检查你的心嘛 看看你又比啥苦住了 就对于你苦的那点破嘛 破了你就自在了嘛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这就是修行 你说要什么难的 你对着你那点自在破了 那个就是对你就是法门 那就是最好的法门 你有什么破也行 只要把它破掉 只要把它看透 其实有时候我们那个破 并不是说真的看清楚了 知道吗 你最终正到佛陀的智慧 你才真的能看透 那才叫真放下 我们现在的破 只是破了这个指责 变成那个指责 放下这个 拿起那个 只是这样 转移注意力 所以这个放的不圆满 有意在某一个维度 不断地溜达 就在这个维度 晃过了还晃过 就这样 这样你就看不出 自己有进步 就觉得 我为什么修这么久了 好像没什么收获 就这样 你们这些 这个修行 我觉得真的不难 遇到很多事情的时候 你会想一想 我心是什么样子 佛会怎么样做 你不是你们已经是佛了吗 那佛会怎么样做 问问吗 如果不知道 问问旁边的师兄弟们 假如这件事 你会怎么做 因为他没决生 他是旁观者 他肯定告诉你一个好办法 你会难受吗 他肯定说 我不会难受啊 那你就不用难受 然后你看见那个人 放不下 你就说 你觉得他漂亮吗 如果他觉得他不漂亮 那你觉得他漂亮 那你眼睛真的有问题 你肯定是执着了 着想了 那为什么我会牵挂他 放不下他 他看见他就不顺眼了 那肯定是我这一块 眼睛又出问题了 那你那个 知道吧 你那个放不下 肯定会迟早是个问题 因为隔两天 你变成他了 因为大家都是一体的 你今天看着他 放不下很漂亮 后天你就看见他很惨 知道吧 只有一件事 他碰到你的利益 你马上就认为 他是丑八怪 你碰到他自此的利益 你再漂亮 在他眼睛也不漂亮 他最后原来 他最后原来他是爱他自己 因为在他眼睛里 你满足了他的 一耳鼻舌声音的某个像 你满足了他的 他的欲望 他想看这样一个镜头 你满足了 他想摸一下 你满足了 他想听你的声音 你满足了 他满足了你所有的这些 一耳鼻舌声音 这个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不能满足他那些东西了 你不漂亮 你满足了他 你就是美的 当然这个只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些音乐的 我听到是 说有音乐 打不散都没办法了 就是音乐 音乐 夫妻这些东西 当然有很多音乐在里面 但是每件事情 主要是绝照内心 绝照你的心 放不下没关系 执着也没关系 执着也不怕 放不下也不怕 慌悠也不怕 来回白也不怕 最重要是怕你不知道 最重要是怕你不知道 自己在这执着了 不知道在这晃荡 不知道你晃荡很久了 你还没察觉 不知道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一年又过去了 你还在晃荡 最怕的是这个 而且最怕的还是你 忘记了你的目标是要承拔 世界警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了 这个怕 不怕你执着 不怕你话语 不怕你写出贪扯去卖 你这些都不怕 只要你不坏 是什么 说我们明天说 说这个事情 很多事情 说因为大家 大家的发心不对 或者出问题了 只要说 在关键时 不出问题 没问题 说大家闭关了 你一句话 把你吓得吓坏了 等等 只要不出大问题 这下呢你就晃荡 他那次门一冒出来 叫他冒出来 冒不出来 冒出来你才能踩他尾巴打他 你冒不出来 你还不知道自己原来是有个贪心呢 冒出来就不怕 但是这些东西你一定要觉知到财 觉知不到财 他其实现在也不尽 他不跟他在暂时 他经约的财 他就能够进行 我对他 在暂时 他可以 你看去 这个事情 你就想想了 我们 对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